如果大家星期五晚上 無論你在日本、大馬、吃飯 都歡迎你和我們一起在ToysTV的直播 Enjoy your toys EYT 多謝 如果想再多些人一起和我們分享 麻煩大家subscribe、share、comment 和給我們一個like 今天下午的時份 我們收到一個消息 這個消息阿迪傳出來 剛剛見到 阿迪傳出來說一說 結業 不是結業 破產 現在是否在做阿迪 應該不是 他離開了 阿迪作為一個 之前的龍頭 他已經把大部份的東西 轉移到他的旗下 我不是太懂得讀 那間公司那裡 如果說一些受歡迎 或者有後續性的動畫 大家不用擔心 都會繼續有他們的副產品 或者會繼續推出 阿迪過來聊聊 我昨天才在網上看到 原來Gunbuster有個 不知道是否35周年 將會有個 首先在七月園的 一個巡迴Event 有很多產品賣 現有在意 今天就看到這個消息 他就要宣告破產 但他都會很奇怪 其實他在新世紀福音戰士 應該都賺不少 兩樣東西 本身 真是說 這是一個重點 資產轉移 不知轉移到哪 是 這是一個殼 當然 有可能是經營不善 他也是這樣說 也有可能 他一定要這樣說 但有一個他說 我看到這篇 在Facebook看到 他說 由於經營不善 和高層醜聞 高層什麼醜聞 本身一個代理的社長 在早年的時候 牽涉一宗性侵的官司 所以變成性侵 沒有特別詳細說 大家都明白發生什麼事 沒有的 那個除了本身是一個 製作動畫的門外看之外 亦都因爲這件醜聞 令到公司面臨了 比較多的一些 更加需要處理的問題 當然其實 鵪野那間公司 之後亦都有幫忙 他會不會可以 起死回生 或者叫重組 或者整理好那間公司 但相對 在那段時間 他只會發現更加多的 無故版權轉移 高度欠債 大量的人手流失 不過這個大量的人手流失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這個後話 要留意一下 究竟真像是什麼 即背後他們 我們在玩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要 很打趣地說 經營不善 究竟後面是真的經營不善 還是反過來 他們真的懂得經營 所以才會破產 有師兄說 是被一些白癡的 上層 玩爛了 這間公司 是原因之一 另外當然 他本身 早期想 大家都 玩開 建開的 3D 製作 他們都有自己 成立一間 新的製作公司去處理 不過 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跟進過什麼 就 玩爛了 是的 師兄保 原資料 說 曾經出過錢幫他們 都是高層 沒得救 很多時候 一些公司 是 有些開山座 是很厲害 繼續經營來 但很多時候 就是 上面的人 走歪了 就 偏離了原本 應該要專注做的事情 就會有這些結局 但通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 一朝天子 一朝方向 他們換了些人 就會覺得 你們之前行的不行 我可以行這個 其實呢 有可能是可以 但也有可能是更加不行 但是 永遠都是 會 不變的定律 這個永恆 除了這個消息 今天又有 第二個消息 這個有些 有些 可惜 每年其實 除了ACG之外 還有一個 重要的數 就是 ToySoul 是的 我們其實都陪著它成長 由第一屆開始 我們都 每年都 經常都進去 剛剛十個年後 十個年後 會不會是 因為狗展的場地沒有了 就同一時間 這個是不是唯一原因 真的不知道 他拆了個地方 但是那個活動不需要拆 如果他拆了個地方 就拆了個活動 應該是兩樣東西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因為花神也有做過 是的 這裡或是可以分享一點點 本身當然 其實真的說 就着狗展的清拆 我相信對於 不只是ToyShow 其他一些比較大型的參展商 都有一個挺大的影響 因為我相信業界 很多朋友都知道 狗展的價錢和會展 基本上是天和地 所以變成 人家都要賺錢 在經營成本 大量增加的情況下 那 還哪有肉吃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我自己 全部都是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其實見到很多藝術 可以用獨當一面來形容 如果大家有張開他們的IG 也好 Facebook也好 其實早期 或者這段時間 有很多他們在泰國 馬來西亞 你不要在外面說 說 這麼久 人家還在說 我們在收拾東西 大佬 總之我們口吼吼 當作背音 當作我們說 馬來西亞 泰國 日本 特別是國內 也有很多大型的 art toys的展 包括玩具節 大家其實有留意 剛剛大灣區 接下來 同樣地七月 都有一個 和動漫有關的Event 所以變成 他們真的不愁 沒有地方去宣傳他們的產品 或者作品 他們面對的市場已經是整個大灣區 世界性大灣區 大灣區 不是單單是香港的地方 當然 你說香港 其實作為一個文化雜散地 在一個基礎 在這裏開始 絕對是對的 而他們也真的已經踏出這一步 那是否真的還需要針對 相對比較小的香港市場 我自己都有得 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說大灣區這樣說 但當初在香港搞的展覽 不是為了吸引所謂大灣區的人來香港看 所以現在就直接在大灣區搞 因為他們已經成熟了 但市場夠大 先住 我的迷思就是 你在香港搞 或者在其他所謂大灣區的城市裏搞 你的受眾都應該是整個大灣區 為什麼我們在香港搞 就吸引不到大灣區的人來看 因為以前是這樣做的 有什麼原因令到直接在中國裏面搞 是優勝過在香港搞 因為第一 場地 第二 人數 第三 本身根本大部分的顧客 都是在國內的 所以變成根本 其實受眾大部分都是國內或大灣區的朋友 我何不去一個又便宜一點又大一點 又可以做得更加大宣傳的地方 而屈質在香港少少一個地方 還要這麼貴租呢 如果是這樣 Toy Show有機會翻山的機率就低了 如果這樣想快 我不是官方 重點 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責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再望遠一點 7月動漫展會不會都是走這條路呢 已經在大灣區搞了 已經在大灣區搞了 沒有一樣的名字 香港不搞 我意思是7月直到 不如大灣區都搞了 我們在香港不搞了 香港每年的城市都吸引了很多人流 其實都撐得起 應該只是香港也撐得起 都頂得有一個Event 因為真的很多人流 其實大家每年都有去這個動漫節都知道 真是多人到 沒有辦法 變幻原始永恆 不過那個潮距像 其實國內都會有 現在ACG國內都會有 其實怎麼都會是擴大個餅 不只是看看香港這個地方 當然作為藝術來講 當然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在一個地方吸引到越來越多 如果更多人看到 那就開心了 但如果你說 不知道怎麼說 很難說 我那個 這個什麼 城市之刀掉到哪裏 什麼叫城市之刀 沒有生意 總之就是那句 什麼叫城市之刀 過八刀 剛剛三天過八 其實有時間都不差再可以問 我不可以說這個 少了 event在香港搞 但真的說 如果作為一個動漫迷 其實希望有什麼event可以在香港繼續搞 或者新的event 和動漫有關的可以在香港搞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說這類型的活動 我覺得這類型的活動 在香港都可以搞 很簡單 場地那裏便宜一點 是啊 你現在全部都做完 做完就不夠給一個場 其實不只是一些event的場 現在其實香港為什麼 差點說 這麼多店舖都要結業 就是給那些 做金 做地產吃光 事實 如果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收便宜一些租 其實一樣有得做 你不肯收便宜一些租 那便沒得做 但這個有兩體 當你拿著店舖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收便宜 我幫他們想想 雖然我沒有店舖 我為什麼要收便宜 這個又到了經濟問題 是的 很深奧 事實來的 所以我有一句 要一人讓一步 你要加 不要加這麼多 你可以加少些 或者遲些才加 在一個適當時候加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用一下就要加到盡 但是你跟他說是沒有用的 因為所有做店舖 或者你擁有店舖的人 是不會看Toys TV的 所以我最支持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 所以他們怎麼會 我們說什麼 而且他們那種想法就是 我大把 我虧不起 就算現在隔離租 即使隔離租 即使隔離租 一年至兩年 很重要 因為租金的時候 銀行會覺得那個 價錢是那一件事 他一減租就蝕了 他一減租就蝕了 整個產物就會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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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多份工作都是跟開業者打工的 所以我很明白開業者的心態 以及行事處理方法 特別是這類 所以殺雞取卻卻 就什麼都沒有,這件事很肯定 我覺得這個市場真的會自己調整 是的,但是要時間 因為剛才也說了另一個重點是 我是大業主,我不是那些只有一兩間店舖的 我有幾十個商場,我有幾十個地 我有本錢去搜 首到什麼時候? 首到管理層睡醒了,覺得今個月的收入突然間少了幾個零 不過這個我又放在袋子裡說這一句 其實我剛才覺得任何的活動,任何的錢 在香港都仍然有得搞的 怎樣搞呢?大有大搞,細有細搞 自己同情搞 我在做什麼呢?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由以前作為一個觀眾去看TOYS TV 到現在可以成為一份子一起去做TOYS TV 果然是開心 這麼多年來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想真真正正現在會感覺到很單純 和很清傳一般的喜悅 就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在TOYS TV裡說說玩具的事情 希望可以把這一份的樂趣 每一天和大家分享 一天都有TOYS TV MING PAO CANADA